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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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实力本来就比我们强 我们只能通过团队合作 来有出色的表现 在被未及一关因此已是否会复出时 米兰主帅表示 我还没有见到他 因为我们去赛维利亚T比赛的时候 他留在米兰内洛训练 他感受到了比赛的重要性 我给他的建议是保持冷静 因为他很容易紧张 他是顶级球员 必须享受这场比赛 他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饥饿感 但不能绝望 即使他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但他也必须与球队一起去战斗 球员时代 加图索曾面对过C罗 甚至把葡萄牙人称作自己最讨厌的球员 这一次米兰主帅则表示 我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他 他是真正的顶级球员 为了去兵防他 我必须让自己竭尽全力 当我犯规的时候 我总是马上道歉 他现在更加成熟了 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肌肉和双腿 我一直很尊重他 如何叮帮C罗 我们在中场有一名类似加图索的球员 甚至比我还强 那就是凯西 不过 如果我们有需要去叮帮的球员 的话也是伯努奇 因为他负责从后场穿球 我们没办法对C罗进行人叮人 只能依靠整体的力量 媒体透露 米兰有意在东窗迁入在游文得不到出场机会的贝纳蒂亚 加图索表示 我喜欢他们所有的球员 我喜欢鲁加尼 吉耶利尼 伯努奇 我喜欢他们所有人 他们都是实力强大的球员 至于转会市场 去问莱娜多巴 我非 乔尊重俱乐部高层 我不去谈论转会市场 俱乐部会去做一些事情 我往往是最后一个聚到的 但他们做得很好 我需要做的是如何执教这批球员 阿莱格里 萨基都称赞了加图索的执教 米兰乳帅 则表示 阿莱格里曾经是我的教练 也是我的朋友 我们经常互相交谈 萨基是我的老师 我们也经常谈他 他告诉我的都是对的 我知道了 我必须在很多方面进行改进 我和阿莱格里 莱王纳多的争吵 帮助我成为一名主教练 这样的经历对我有用 帮助我面对很多问题 在战胜幽闻之后 麦连主帅莫里尼奥回击了球迷 加图索表示 我可能会做得更糟 所以我很难说莫里尼奥该怎么做 或者不该怎么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斯帕拉蒂说 他是一头狮子是对的 我们都遭到过无俗 这真的不太好 如果你在九十分钟都被人辱骂 去辱骂你的妈妈 你的妻子 你的举动肯定不那么得体 加图索对阿莱格里非常了解 但米兰主帅表示 阿莱格里经常会改变阵型 他们会使用任何阵型 上一次在意大利被交锋时 他们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我相信我们会踢得更好 但他们压狂了我们 坎勒这只油纹太难了 他现在更容易生气了 踢球的时候他笑得更多 我对他的记忆很美好 我们每周都打半小时的电话 坎勒足球以及其他东西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骄傲 柏勒奇此意将重返圣西罗球场 加图索指出 在职业性 技术 战术上 柏勒奇都是一名给我们很大帮助的球员 即使今天我取得了一些进步 那么也要归功于他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他都是真正的附加职 我只能说柏勒奇的好话 你在生活中会面对很多情况 很难去做出判断 我是第一个希望舒服他留下来的人 但他还有孩子 自己的生活 我们必须去尊重这一切 对我来说 能够指教他是我的荣幸 我希望他能够得到球迷的热渴 对镇尤文时 曼联采取了防守战术 大部分时间内专注于防守 在被问及是否会复制曼联战术时 加图索表示 使用开爆战术 强调进攻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们要决定我们的阵型会如何布置 为了与刘文占平 我们或许会这么去做 但你会因为我说 我为占平果米尔感到满意而杀了我 我们不可能比赛还没有开始就输了球 我们是米兰 所以别说我们 没什么可输的 米兰主帅最后表示 你是否认为他们畏惧我吗 我会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历史 我们在这六场比赛里的表现 以及我们展示出的取胜的愿望 他们会控制比赛 但我们会努力做好准备 奥巴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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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